你们真的愿意 把长盛交给一个杀人犯吗 夏威姐 你在哪儿 我来帮盛总拿一份资料 我问你件事 哲宁是不是一直在关注这秦贺博 前段时间基金会寄给长盛一笔钱 其实就是秦贺博钱 盛总知道之后情绪还是有点变化的 这个秦贺博也是 挺让人中而不透的 你是不是知道秦贺博 给长盛借了一大笔钱啊 我听贺博说了 他就觉得自己过去做了太多错事 所以想偷偷地弥补一下长盛 还让我不要告诉你 其实他人挺好 心里一直都有长盛 哲宁也是 其实他心里也一直放不下贺博哥 你说这两个人真的是 那我怎么能做到什么 太难了 让他们俩主动见面不可能 估计两句话都说不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个机会啊 抱歉 这么突然找你出来 没事 医院最近也不是很忙 有什么急事呢 我想拜托你帮我个忙 怎么了 我知道你会催眠 我想通过催眠的方式 让你帮我回忆起当年我爸去世的真相 注意呼吸 放松身体 现在把自己想象置身在一个电梯中 电梯上的数字 代表着年份 好 现在电梯运行 它会带你回到 二零一四年 我看到一个很空的空间 我看到一个很空的空间 继续往前走 你看到什么 有一扇白色的门 好 我们尝试着去推一下它好吗 没关系 没关系 不用紧张 我们就试一下 萌萌 你放心 我在这儿陪你一起 我们一起面对 那个 跟 Menu magic 吗 ρεki RT 然后我粉丝 我们先 crochet letzter 不rag 但是 mikС 这家店是赫博特别爱吃的 因为他们家菜品很讲究 还好吃 你看 多讲究 是 其实我和哲宁也特别喜欢这家 经常过来 这不巧嘛 大家都好这口 咱们以后这就是个据点 行了 我没问题 哲宁 你觉得呢 是吧 谢谢 不用谢 这是新菜 百果虾球 你们尝尝 谢谢 贺博 你也尝一个 这里面有芒果 怎么了 我芒果过敏 我 我怎么没听你讲过 因为 回事什么大事的时候就没跟你说 这是你换洗的衣服 这是洗漱的 还有你的 这个 还没包包 哎 这两个啊 是我根据华语负责人的喜好 准备了两份见面礼 你帮你去 费钱 费钱 大事 大事我也帮不上忙 只能在小山上试着劲 去了是不是要喝酒 有这可能吗 你少喝点 找了 嗯 贺华 你 贺华 要不 我把坎坎二胎卖了 虽然也卖不上什么钱 但是能有一些随限 哎 长盛啊 没到那个地步 我问安安了 你们的账户上已经没钱了 如果酒店还要建议下去 一 就是裁员 二 去抵押长盛其他的产业 三 要住新的资金 不管怎么样 都是你想要的 不用担心了 长盛一定会挺过这一关的 这一次我到江城去找华与资本 一定会把长盛的问题解决 一定会把长盛的问题解决 相信我 嗯 相信我 非常感谢 远总这一次 抽时间跟我会面 但我明天早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那所以我 我要赶飞机 别着急 时间还早着呢 我这刚喝到醒头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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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我们华语拿不出钱来 但是 我很多生意伙伴 都愿意投资酒店 来 到时候我慢慢跟你说 我先干了 来 太好了 我跟你说 蔚蓝科技你知道吗 咱们自己有我朋友 咱们自己有我朋友 听说我 老袁 那边情况怎么样 盛哲年肯定是喝多了 被人掺回了酒店 看着清醒 他一定参加不了明天的股东大会 那就好 您拨打的拥护在首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你呢 帮你跟他一拨打的拥护 你也有点不在意 不然 我都不帮你 我把你拨打的拥护 好 你手拨打的拥护 我可以拨打的拥护 你拨打的拥护 有办法 为哲宁正确实现 问题就出在这儿 我们没有参会的资格啊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签字了 我不同意 我手里有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也是长盛的股东之一 我不同意 少数胡同多数 你百分之五的股份 说了不算 这是原则行吗 说到原则问题 我哥是长盛的总经理 也是最大的股东 讨论并购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哥也应该在场 哥 不好意思 各位 迟到了 哥 你回来了 小总 您不会以为 我还在江城吗 你就算回来也没有用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融刀资 对吗 确实 我确实 没有融刀资 但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 你们真的愿意把长盛交给一个杀人犯吗 我想应该怎么样 对 您应该想给你 你是活动的 你 你 去